钟佩军他控诉朱学恒在去年八月对他性骚扰 钟佩军在脸书上写得很清楚 就是他怎么认识朱学恒 然后他觉得朱学恒对他几近照顾 也不断的邀约他出去 拒绝很多次之后 就有一次他同意了再跟一个H女性 大家一起在一个居酒屋 他特别讲他先去 去到那个居酒屋在那个包间包厢里面 正对着他是一个监控镜头 他说那个监控镜头改变了他的人生 后来在反正朋友走了之后 无预警的把他抢吻 钟佩军的男友跟钟佩军还请了律师 找朱学恒 朱学恒立下切结书 然后说以后不会再接触钟佩军跟他家人 注意啊 朱学恒这个人他怎么会同意写下切结书 关键就在于 钟佩军 他在脸书里面提到的 有那个监控镜头 一切被拍下来 朱学恒你如果否认的话 调出监控你就完蛋了 朱学恒这样的人我是很看不起的 他是百分之百符合性骚扰 而且他承认的 强楼强吻是牵涉刑罚的 是会被判刑的 所以啊 朱学恒军了切结书 钟佩军就放过他 就是放了朱学恒一马 是钟佩军希望他好自为之 钟佩军是被害者 被害者要被迫持续的 常常要面对这个加害者 而这个加害者在社会上的光环 社会上的power又这么大 朱学恒在网路 在媒体圈的power是绝对远大于 钟佩军啊 这十个月我们有任何人会觉得说 朱学恒他有任何时刻稍微低调 没有 他可嘚瑟啦 那当然今天看了一下说 朱学恒他的他的YT挂出来说 无限期的终止公众活动 我不晓得公众活动是什么 但钟佩军昨天贴文之后 晚上朱学恒在脸书写了四十几个字 说哎呀道歉啊 然后中间改来改去还删改还怎么样 讲一个人不要脸是一个很重的话 一个稍微有羞耻心的人 他如果知道他对女性的伤害 他对钟佩军的伤害 他不会这个样子啊 你就稍微检讨一下吧 不要对我们检讨 私底下这十个月来稍微检讨一下吧 然后他道歉 他什么道歉 他说哎呀我就喝醉了 我喝断片了 我真心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书上面所写的事情 那我也愿意接受后续相关的 法律流程跟相关的法律过程 所有的问题 我愿意为了我做的事情承认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了 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记忆 跟足够的判断力 那所以我绝对承担所有的后续后果 这个是如果我喝酒喝到失去控制 或是我真的不记得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我的错 怎么可能 他还懂得去叫Uber 你要用手机操作Uber 他还告诉中北军 他抢吻中北军还说 反正你明天就不记得 这是一个喝断片的人会讲的话吗 然后大家才起来 正常的走去打Uber 我也不想讲说一个人不要脸 脏了我的嘴 朱学恒昨天直播 直播中要假惺惺惺的道歉 他直播还开队内 所以他所谓的无限期终止公众活动 是不是说 那我就在我家里面继续直播 继续开队内 继续表演我的正义凛然 继续收钱 朱学恒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是被害者 中佩军付出代价 他也完全没有做到 切结书里面的保证 中佩军说 甚至他自己写的 就是他的切结书向中佩军道歉的 然后人家说可以 结果他在第二版的时候 他又耍了小动作 他又改了中 改了那个切结书 结果中佩军的男朋友 抗他说 有啊有吗 请你告诉我哪里改的 中佩军后来妥协了 为什么 他实在是无法忍受自己在跟他纠缠 每天被惩罚的中佩军 每天要看 朱学恒在社会跟网络表演正义 耍嘴皮 赚钱赚流量的钱赚斗内的钱 然后每一天承受心中的创伤 还要跟他同台 中佩军说 他没有想到写完切结书的朱学恒 他如今却能当着他的面 正经八百 义正词言的痛批性骚 你做一个政治评论者 社会评论家 你当然评论的东西会很多 最近都在发生性骚扰 me too的事件 所以他会一直评论性骚 正义凛然 义正词言 这是为什么中佩军最后忍不住 台湾就是一个虚假虚伪的一个社会 现在 台湾的me too运动 三个党 民进党 刚开始是由民进党的党工 前党工 爆出来 然后第一个爆的好像是一个导演 跟民进党长期合作的导演 他也是民进党籍的 然后对他性骚扰 结果这个女性党工 跟他的长官 报告之后 结果长官掩盖 没有处理 而辛巴拉的洪志坤 他在当陈菊的爱将的时候 去找了一个女导演 然后说我要给你拍宣传影片 因为你知道各个县市政府都有很多公关预算 广告预算 那你就要找人家拍 拍了以后找电视台去播 这个很肥啊 我在电视台主持过节目 我知道啊 各个电视台都会争相 跟各个县市合作这种公关案子 或者城市行销的案子 那么女导演就去了 结果洪志坤的司机把他载到汽车旅馆 那个导演就被性骚扰 这个洪志坤后来跟陈菊闹掰了 然后他就成为政治浪人 2014年 柯文哲选举的时候 他跑去被柯文哲拉拢变成他的亲信 帮助他助选 柯文哲当选的洪志坤 当然就成为柯文哲的亲信 也到台北市政府里面认知 就是这一个恶人 他反而在政坛步步高升 然后被害者在角落瑟瑟发抖 那洪志坤后来呢 在台北市政府那也是 这个故事太多了 他又跟柯文哲闹掰了 他跑到台南市政府 当时 洪志坤性骚扰这个女导演的事情都还没有揭发 那个女导演也是最近采访 那洪志坤好像去 据说去年 就离开台南市政府了 朱学恒在政界跟媒体界跟网络界很多好朋友啊 许晓晰也是他好朋友 然后他怎么骂朱学恒 没有 他只说错了就是错了 多么温柔啊 许晓晓怎么没有骂朱学恒 像骂别人那样啊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支持中佩君 那朱学恒是不是 他只要躲一阵子避避风头 过一阵子就没事了 高端每日都是男人这一阵子 背中的もの